今天是禮拜二 台北股市在今天又出现一个戏剧性的变化 那整个出现一个逐段的震荡走低 那收盘是跌幅接近200点 只差一点就跌超过200点 那这个地方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其实我们有之前有提到这个台积电绝对要守住 台积电如果不守的话 这个盘会有彻底的危机 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为什么我们先从这个台积电的做一个切入呢 因为台积电在前波这个法说会利空之后呢 它有一个利守 有出现一个长红可以帮利守这个 波段低点的一个动作出来 但是我们一直不断的告诉大家说 这个地方它有两红加一黑嘛 这个地方形成一个三明治嘛 那是一个非常刻意所形成的一个现行嘛 所以这个地方台积电在连续4根红黑棒 都守在这个波段的这个相对低点的位置 可是这个地方呢 它该攻不攻 它竟然今天是开低之后还往下走低 等于说经过了4根红黑棒在防守之后 今天它应该要攻的它却不攻 应该要守的它也不守 所以之前我们有提到 如果台积电这个4根黑棒的最低点被跌破的话 那么大盘的9740点波段最低点也会失守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刚好今天亚洲股市其实也表现普遍都是比较弱势的 包含我们看到最左边的日本股市 其实日本股市今天到这个 现在我们时间是两点嘛 那这个日本股市它就已经跌了2.33% 其实它跌幅超过2%以上 其实今天亚洲股市的跌幅 普遍是比台股跌幅是来的重的 那我们看到前两天大涨6.67%的这个上海股市 其实上海股市今天到这个五盘部分 它也跌1.3% 那我们看到这个香港股市 香港股市这个恒生指数 它是比较流动的嘛 基本上这个外资的进出 它是比较的流动性比较大的地方 其实今天的上海 这个恒生指数它也是跌2.22% 那包含我们看到这澳洲指数还是下跌 那这个韩国 韩国这个COSPI指数 其实它跌幅更重 来到2.56% 那台湾以往跟这个韩国 它的联动度是蛮高的 所以今天其实台北股市 它的跌幅相较整个亚洲股市 其实已经是比较少的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台股的部分 台股其实蛮麻烦的 在这个地方 我们之前一直有强调嘛 就是这个地方 你盘要稳住 第一个要件 你一定要把这个缺口 10月11号的强空的缺口 把它回补掉嘛 这个缺口一定要回补掉 至少如果这个缺口短期内没回补掉 你至少这个长黑K棒的二分之一 你要做一个回补 你要站上 如果没有站上 搭配这个台积电 它失守它之前的这个长红K棒的低点 那代表着这个9740点的这个波段低点 还是要非常小心的一个戒备 看起来这个现在这种状况 其实如果搭配的这个亚洲股市 还有包含台积电的这个股价走势 极有可能在这个地方 就是明天的部分9740点这个波段低点 是有可能会被跌破的 是有可能会跌破的 好那我们看一下 其实人气个股方面 其实大家很多投资朋友都有的股票 其实环球经的部分 其实环球经的部分 昨天它走出一个不一样的走势 算是相当的强势 那我们昨天也特别提示大家 在这个地方 它出现破底 就是它当天的开盘价 它已经来到这个波段的最低点附近 它有创波段新低 这是第一个要件 第二个要件就是它收盘 它收在前一天的最高点之上 那当然这个就是我们的吞噬红K的要件 它符合第一点跟第二点 但第三点呢 就是它的成交量要明显放大 但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它的成交量 它并没有很明显的放大 所以我们说 这个它是环球经 它唯一出现一个败比的一个地方 就是它的成交量没有明显放大 所以如果它要攻的话 它一定要补量 而且把这个空方往下的跳攻缺口 把它补起来 所以我们昨天是这样说的 那我们看到这个环球经的部分 环球经今天 它今天是成天开低 就是跟着大牌一起往下做一个沉沦 所以它开低 然后走低 但是它今天跌幅 算是相对还好一些些 只是说它的成交量还是比较小的 所以这个地方 它等于说是量缩防守 但是在这个地方 其实它的危机并没有解除 因为它出现一个吞噬K棒之后 理论上隔天要做一个确认 怎么确认 就是它要强攻 把这个空方缺口补起来 而且要带量 明显的量增 可是它今天都没有 所以在这个状况 如果手上有的时候 这朋友 你的停顺点 就是要守这个长红K棒的最低价 来当做我们股票操作的一个最低的一个停顺点 防守点 好 那我们看到另外一个人气个股 这条人气个股 其实我们昨天就有提到说 这样人气个股 它的股价的走法 其实比环球基因是来得更弱势一些 因为当环球基因昨天出现一根吞噬红K的时候 它昨天其实也是来到相对波段的一个低点 但是它没有出现一个吞噬K棒 它的K线图 它的低点它有破低 可是它的高点 它没有突破前一天的最高价 所以它的走势是相较于环球基因是来得更弱的 其实它之前是有比较强 因为在前波的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10月11号 这个地方是大盘跌660点这一天 当大盘跌660点这一天的时候 它没有跌破前低最低价378块 而且它这天是没有跌停板的 它是有守住的 但是这个地方 它今天竟然失守前波最低的位置 378块 它失守了 所以既然它在这个地方已经失守了 而且再创波段新低 而且尾盘是收在相对低的位置 那成交量今天也明显有出现一些停损的杀出量 那就代表说其实在这个地方 它真的还需要时间来做整理 来化解它筹码沉淀不足的一个状况 好的 那我们再看一下 其实这个盘面上 虽然说做多标的是很少 而且这个盘面上大部分是一个比较偏向悲观的气氛 其实大多数的投资朋友在这个地方其实都已经放弃希望 但是仍然有极少数的个股 还是相对大盘强势 像我们礼拜一有在这个我们早报里面 我们这个五名当家群组的早报里面 我们有提到这个瑞宜的部分 其实这瑞宜的部分 其实礼拜一 它是这样一路往上做一个走高 今天又来到波段的相对高点 所以像这样子的标的 其实当大盘在弱势的时候 反而它会成为这个资金追捧的对象 不过这个地方它短线还已经涨多 也不建议投资朋友在这个地方进行一个追高动作 反而是应该逢高要做一个获利了解 好 像另外一段我们是礼拜四 上礼拜四我们就有公开分享 就是它出现一个横盘突破 同时日周月线都往上突破的一个好股票 其实这张股票 其实投信是连续买超十几天 但是该攻不攻 什么叫该攻不攻呢 就是它突破整个波段的高点之后 我们看到在这个礼拜一 它创新高之后反而逆势拉回 所以我们就开始有做一些筹码调节的部分 所以我们分两批 看到今天它又往下走低 其实也被大盘拖累 再怎么好的股票 其实在这个地方大盘往下走 它也是往下走 所以我们也是分两批 做一个获利了解促进的动作 好 那再来是 其实我们礼拜一另外一档 就是我们在这个群组里面也有公开分享 那就是我们爱荣王 其实这些股票 其实相对大盘还是强势的 为什么 因为这整个波段以来 它都呈现往下跌 而且在这个地方底部 它已经形成一个W底 等于说它主底完成 那礼拜一它有出现一根长龙K棒 而且是突破整个下降趋势线 等于说特别强势 因为昨天涨7% 那今天只有在一个小跌 在这个平盘附近 呈现一个小跌状态 所以像这样子的股票 其实它也会相对抗跌 因为大盘在跌 那它已经在这个底部慢慢的上来了 刚起涨而已 所以这样子的股票 还是值得我们做一个留意的部分 好 那我们看一下 其实我们在这个早报里面 我们也特别提到说 美国的部分 这个VIX恐慌指数 依旧是呈现一个偏高的状态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看到这个数值 早上我们就特别提到 19.52 为什么说19.52还是偏高呢 因为这个贸易战当时在这个7月6号 正式生效500亿美元25%之前 这个6月底7月初的时候 它最高是来到这个18的位置 所以现在还是维持在这个19.52 还是大于当初18位置 所以如果美中贸易战 它真的是要缓解的话 那国际局势要比较安定的时候 至少我们看到 美国标普500这个VIX恐慌指数 在这个地方 它至少要回落到18以下 那比较安全的数值 就是要回到15以下 如果它还是一直维持在这个19.20 甚至往上做一个走高 其实那就代表说美国股市比较危险 其实现阶段我们可以比较一下 其实台北股市跟这个美国的四大指数 比较有关系的是什么 就是这个费半指数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费半指数 其实我们看到上面这条移动云线 是这个年限的部分 费半指数它是很明显的 它是跌破这个年限的位置 所以在年限之下 在这个地方整理 可是它还是没有很明显的一个表态 往上一个长红黑棒 来就是宣告说它指纹了 但目前为止都还没有看到 所以费半还没有指纹之前 台北股市要指纹的这个几率 相对比较低一些些 因为大家目前看起来 因为我们还是会follow这个美国的 费城半导体指数 因为它的相关系数是比较高的 可是我们看一下 道琼工业指数 就是美国的30只大型股票 那它是守在这个年限 刚好就在年限的位置 年限大概是25000点这个地方 它刚好就守在年限之上 一点点而已 好了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标普500 或者是我们的这个纳斯达克指数 其实这两大指数 其实跟这个道琼也是很像 它也是刚好进行一个年限保卫战 那不用讲 台北股市跟这个费半 都是在年限之下 所以如果没有办法很快的涨回年限 甚至于往年限以上做迈进 其实大盘持续往下探底的几率 真的是相当相当高 而且美国股市在这个地方 如果另外的三大指数 它是跌破年限的 那有可能也会让台北股市的 加权指数再往下跌的更深一点 好 那因为国际股市目前现阶段 还有一些变数 那当然这个美国其中选举 它是一个影响蛮大的变数 因为这个市场存在一些不确定性 包含像这个贸易战 川习会 还有这个意大利政府公债值率攀升 因为它的债务问题比较严重 因为它债务占GDP比重是达130% 所以市场也是会担忧说这个债务问题 它的政府预算的问题 那包含像英国脱欧嘛 所以欧盟那边其实大家也是有些担心 那包含像美国跟这个伊朗的问题嘛 跟石油危机 包含像这个沙烏地阿拉伯这个记者案嘛 所以包含有些近期啦 就是地缘政治的一些纷扰 让大家比较担心 所以在这个地方台股 它有可能会跌破这个9740点的波段低点 假设台积电在这地方 它没有进行一个强力防守 在这个关键位置 没有再把它拉一个长期间上来 国家队这个地方没有输手的话 其实9740点一旦跌破 其实可能会出现一个停损的 急杀的一个压力存在 好的那现阶段策略 其实我们也是提过很多次啊 就是你尽量以短线交易为主嘛 那你就严守停损 那股票呢操作一块一短嘛 就是你做这个短线价差 有赚就跑 好的那以上就提供给各位投资朋友 做一个参考咯 我们明天见 拜拜 本公司以望着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